欢迎回到话语一周 我是Fanny 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全美房地产协会导师 Fanny Chu老师 欢迎您Fanny老师 Fanny你好 大家好 Fanny老师 进入了这个2020年了 最近一段时间听说又出台了 加州又出台了许多新的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法规 很多很多法律 那我们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关心 想要了解 那今天节目就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些 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新的法规好吗 好的 我们大家每年新的一年呢 大家最重视的是什么 交通罚款的 通常这个是人家最重要的 但是我在这一个平台呢 我们讲房地产 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一些 比较重要要注意的一种 好吗 普通你们都不会去留意的 这个我选择的就有两个重要的来源 第一个呢是CAR CAR就是加州房地产协会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呢就是特别是官服 Landlord Tenant 关于房东和房客 对 这个大家知道尤其是在三藩市 这个关系是很紧张的 所以因为三藩市的法律是最严格的 真的是最严格的 所以这个呢有提醒大家 虽然它这个是官服State Law 因为State Law有一个1482 很复杂 我们要整 要多一些时间去讲那个 但是呢如果是在Rank Control的地方 好像是Local Ordinance呢 肯定那个是precede的 那个是会precedeState的 OK 因为好像三藩市啦 Berkeley啦 还有Oakland啦 那种地方呢 就比较要留意一下 你的Local的那个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州的 加州范围内 对对 OK So 1月1号普通来说都是 普通啊 都是1月1号的开始的 开始生效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了 对吧 OK 所以呢 这个第一呢 就是如果你加州是over10% 加多过10% 是以前呢就是 30 如果是加Equal 或者是少过10% in one year呢 你就只要给30天的Notice 记得这个是加州 是 然后现在呢就要 这现在呢还是 还是30天 但是呢如果你是加多个10%的说话 一年12月呢 你就以前是60天 对 现在是90天了 多的一个月 所以这个时间方面要 要提前90天来通知 对 要小心 要小心 反正呢 但是呢如果啊 这个是如果是有一个county 譬如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大火啦 有天灾人祸的地方呢 你是不能加over10%的 这个是违法的 对OK 然后另外呢 有很多人呢 你们有很多人 有房子租出去的呢 可能是租给Section 8 Section 8的tenant 对 一个那个Section 8很多人不想去碰那个 因为怕麻烦 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有那个Rent Guarantee的 因为他只是收那个tenant一个portion 然后其他都是有那个政府来填上去 所以但现在呢就说这个可以做跟不可以做 所以那个要小心 你不可以说如果是那个Housing Authority 要你做回收的那个 你不能拒绝 然后呢 你也不能 这个是Fair Housing Law 在美国 不是是加州了 就是Federal Fair Housing Law 平等的 平等住房的法 对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是关乎我们美国的法力 精神在那个 所以要小心 这个我们不能discriminate 不能对Section 8的 跟其他的 对他们的 不公平的待遇是不能的 OK 但是呢 所以他 但是你可以是 但是你现在呢 你不能用他的 以前一直是你可以用他的income 说我不租给你 因为你不够钱 付我的租 OK 但是现在你要小心的就是 你只可以考虑这个呢 只关乎他要付的部分 你不可以说我整个租金的是怎么样 只可以考虑到他那个房客要付的那个部分来做 可以不可以的决定那个决定 这个要小心 另外呢就是Military 好像就是Veteran就是推武的 推武军人 或者是在或者是在服役的 他们都有特别的的protected的category 这个是应该的 是的 是应该的 另外呢就是Family Daycare 有些人呢 他是用他们的住宅 自己的住宅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子 现在已经30多岁了 但是呢 他小的时候也是在人家的家里的 Daycare Family Daycare OK 所以这个叫法力 就是官府那一个的 哇 他可以呢 用住宅 不是商业 但是可以用到 14个小孩 That was shocking to me 我这很奇怪 哇 14个小孩子 14个小孩 我看见很多regular的day business的daycare 也没有14个小孩子那么多 哎呀不知道 不过这个我很surprise 但是呢 他是说可以 然后呢 不只是single family 就是townhouse啊 apartment啊 都可以用作这一个图 当然呢 他们是要符合那个安全啊 fire restriction 那种政府也要干管的 也会监管这块 监管的 但是呢 他就说 你不可以拒绝 因为他要做这一个 你就拒绝不租给他 这一个法律上 现在是不允许了 他是protective了 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这一点了 对对 那其他呢 还有呢 就是另外一个说声 是from a title company的 Title company就是 我们签子在我们加州 其他的州可能是律师的地方 但是我们加州是用Title company的 大家你买卖 你肯定有这个经验 这个呢就是说 以前有些表格是很多个表格 现在有一个只是用593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大会知道 但是这个是那个Title company要做的 另外重要的 另外有一个呢 1482的Rank Control呢 我们时间不够 我们就会特别一个节目来讲 我们专门找一期节目来 对对对 但是有一个呢 是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那个呢就是消费者 关于消费者隐私方面的一个法规 对对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呢因为我们 你也知道买卖方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有那个 Client的Social Security Number 有它的经济情况 然后也有可能 它的银行的资料 或者反正对它的 很多data方面 它自己的或者是经济上的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